肉串已經在這時尚該受歡迎的年會的事項 對著產品的概念 現在也是網路上頭 賣了很好的事項 頭過鏡頭來看看 為在新港專興工業區來的 臺灣肉串當事長姚齊陽 是怎麼搭著出 一著全臺灣肉串製作的兩頭像 為在新港鄉專興工業區的宣祭 臺灣肉串 也在到中法官的集團伴手禮 頂多行中行的困臉 當事長姚齊陽 又中逼後半公半讀 為柴子仔的插肉負責做起 兩後新爲現在全台最大的肉串製作唱的老闆 這個肉串做一段時間的時候 工夫學長手就想出來創業 創業的時候 去老闆那裡做肉串 創業的時候當然也是做肉串 但是發言說 不對 市場做不大 而且會跟老闆 市場重疊 會有一些會有結婚 我發言 肉串店 我三十年前的肉串店 肉串店 裡面 他在這裡沒有肉串以外 還沒有很多肉串 所以說我自己就去研發肉乾 去學習 要找來看 就開始開發肉串 所以綠綠綠綠綠 做很多肉串 配合去肉串店 肉串是傳統年齊的時 正受到歡迎的喪類細胞 隨著各人他們習慣的改變 由當事長也不斷安排新產品 開發新市場 讓肉串身為現在最項的細胞 為了迎合這個肉串的開發的市場 你可以做得很方便吃的 好比說它可以做成條狀、片狀 或是做得乾 讓我們吃肉串的時候 它不會沾手 包裝也可以重新讓它更方便 口味 口味可以越做越多元化 可以做一些外國的風味 好比說我公司做得更好 就是泰式檸檬肉串 這是我最得意的一個產品 現在的消費者 很注重健康 注重我們的產品 吃一個對身體 不是吃得好吃而已 身體的影響 所以我們略想 也可以開發一些 它算是比較低糖、低鹽 低熱量、低油脂的產品 好比說我的產品 有一個叫農須酥 那什麼是農須酥 農須酥裡面沒有農須 它是豬肉做的 邀西洋當屬中基層 每年這個時候 公司都會推出 就是產品內 我們把這兩年來 賣了最好的產品 來做一個組合 分別有四個 六個的 整整整個 分別有分成四組 而且在九月十時 如果拿到六段 有一個招鳥架 台灣肉串 是宣祭集團的主重拼擺 目前已經成功 在加勒福全聯訂大賣場的通路 也夠為在百會公司登場 近一部更大肉粹聘的起見論 多中華新聞也方無信任 蔡宏報道